英文文化一 英文文化一 主讲人 邱博士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 一共包括20个单元 我们现在就来讲第十个单元 片语动词 教学目标 学兴将知道如何使用片语动词 首先看到就是 transitive fresher verse 也就是所谓的 集物配语动词 集物配语动词 它的句型就是 主词加动词加particle 加受词 这particle叫直词 也就是接待动词后面的这个 这个词 object就是受词 比如说 I put on my raincoat 我穿上我的雨衣 这是动词 这是particle He helps out his father at the store 他在这个店里头 协助他的父亲 out 就是直词particle helps动词 he pointed out a problem 他指出一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组的 parn out 就叫配语动词 they figure out what the phoneme meant 他搞清楚 弄清楚 这个外国人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可以看出来 所以集物配语动词 就是说 你这个配语动词后面 还有一个 sauce 接一个sauce 所以叫集物配语动词 你看都有一个sauce my raincoat his father a problem the phoneme meant 所以这叫集物配语动词 这里是一样 the boy is looking up at the sky in the sky 所以男孩向上望着天空中的这个风筝 所以looking up 是不是后面有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风筝 就是说 就对了一个 这个接系词 he goes on telling his story 他继续讲他的故事 就是集物动词派语 这个sauce 是不是动词 变成动名词 she picked out a new suit 他挑选出一套新的这个套装 pick it out 就是集物动词派语 后面这个是sauce you have to check out your shoes before stepping into the living room 在踏进这个客厅之前 你必须脱掉你的鞋子 所以take off 就是集物配语动词 后面就这个受词 you have to check out your shoes before stepping into the living room 也是一样 刚才那一句 我们重新再看一下 the bus drop out of the studen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就是说 在 entrine就是门口 在学校的门口 这辆bus 就是公车 那也是校车 让学生下了车 把学生 让学生下车 drop out of the student 就停下来 让学生下来 所以看那个集物动词 集物配语动词后面接受词 好 那这看这个是刚才是这个公车 让学生下车 那这要看的 要特别指出来的就是说 这个 受词呢 你可以放在这个动词跟住词之间 公车之间 比如说 the bus drop the student off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你看 这个受词是名词 是名词 对不对 名词 那你也可以用带名词 the bus drop them off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公车把他们在校车 让他们下来 那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名词的时候 你可以放在动词跟住词之间 代名词的时候 也是放在动词跟住词之间 但是你就是 当用代名词的时候 你不可以把这个代名词呢 放在off的后面 就是名词的时候 你还可以 比如我们看上面这一句 the bus drop of the studen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可以这样写 但是你就不可以讲 the bus drop of them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所以你要这样写 the bus drops them off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所以这是两个比较一下 名词的时候 代名词的时候 可以放在动词跟主词之间 那如果说光是代名词的时候 它的位置的唯位置 就在这里了啦 不可以把代言放到off 后面来喔 好 接下来我们看 intensitive phrases of verbs 不及物碰语动词 好 主词加动词加直词 后面就看不到这个 受死了 the car broke down 这个车坏掉了 所以broke down 就是故障坏掉 后面没有东西啦 his house was burning down 他的屋子被烧毁啦 就是被动啦 后面没有东西 the single started over 这位歌手唱歌的人 重新来过 重新开始 后面没有东西 好 my uncle dropped in yesterday drop in 就是无预期的来访 顺便过路来拜访 我的叔叔昨天顺便来访 drop in 你看后面没有东西 所以yesterday 这不属于他的受死喔 都属于时间的护士 the old house roof has come off 这栋老旧屋子的屋顶 已经被扇开啦 come up 就是离开了 掉了 跟风吹 所以台风吹来啊 或怎么样 就是 没有了 掉了 所以 has come up 后面 has come up has come up come up 这是完成式的时态 是一样 这是一个 属于不及物的配语动式 因为后面没有东西 he grew up in New York 他在纽约长大 所以grew up 就是不及物的配语动式 he just fools around every day 他只是每天 在那边失愤 鬼愤 无所事事 所以那个 fools around 就是不及物的配语动式 every day 是这个时间的护士 不是谁受死喔 they had a quarrel and then make up made up again 他们 有过争吵 然后又和好了 所以met up 就是和好 again 所以不是受死 所以这个是不及物动词 配语动词 the mayor didn't show up at the meeting 也就是说 市长啊 并没有在这个会议里头出现 show up 就是出现 所以at the meeting 就是说 在这个会议里头 所以不是受死喔 不是受死 所以show up 就是不及物动词配语 the factory has closed down because of a lack of orders 这家工厂 由于催法订单 已经关门了 has closed down 就关门 不营业了 不制造了 因为催法订单 order就是订单 所以closed down has 这是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closed has closed down 后面没有东西 因为 because of 就是这个 所以护士的 the airplane took up at 7pm 自家飞机 在下午7点钟起飞 起飞了 took up 就是不及物动词配语 那我们现在就结束第四个单元 谢谢各位的观赏 那我们下午7点钟 不及物动词 是不及物动词 那应该 Wine